這個現場,這是以前日本時代就是了嗎? 現在樓下來的屏東館長館地,在日本時代是屏東館長館的館地 這棟在1900年就蓋好了,在2003年中最歷史建築 這個人鄉伯,以前是幽樓,後面是日本式的祖特 政黨應該是接待來賓的地方 這個地方有一個樓梯可以通到二樓 這個人間的空間其實在以前館長的時代,我曾經來過 在那邊有開一個圓鋼型的窗戶 日本時代屏東館長館的館地,這樣給他看起來 他的方法可能是以前的阿高天的館長館地 在後面在做的圍儀設備 在我們平時有一個露台,看起來屬於生養小的天空 整個建築並沒有左右對稱 你是拆除了鋸齒狀,讓它作成空間的變化,實在是很優雅 是為了兩個帳戶 我們現在就叫做鋸齒狀